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仗着他那几条田狗 三天两头带人来找茬揍我 上次要不是因为有事可以做 我才被狗活活打死他 竟然又遇到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忍了 小子 没听到林语师姐在问你话吗 你难道也想败入七长老门下 没错 我就是来参加七长老弟子选拔的 你们想怎样 激怒这群家伙 让他们打我一千拳 我的乾隆体质就可以细活了 小子 实话告诉你 这次七长老选途 我们林语师姐势在必得 没错 放眼外门 也只有林语师姐要容貌又容貌 要身材又身材 最适合做七长老的徒弟 不想挨揍就赶紧混 不要在这里挨我们林语师姐的眼 笑话 七长老选途选的是天色 又不是选美 身材好有个屁用 只要凭身材来选的话 我看去山下那家玉上楼随便选的 大爷 来玩嘛 来嘛 大爷 你 你这个混蛋 竟然敢对林语师姐不敬 不可饶手 玉上楼 那是什么 那些林语师姐 这小子在侮辱你 玉上楼是 你是青楼 什么 江湖女儿 你竟然敢拿我和那种女人比 你竟然敢拿我和那种女人比 你竟然饶不了你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 你 你千万别过来 否则 我就要 否则你就要怎么样啊 否则我就要 弄死 都说了不要过来 这小子疯了 竟然敢打你 林语师姐 哥几个 别愣着了 是小线的时候到了 小子 看来几天不打你 你脾子又紧了 竟然将我们的女神打成凤姐 饶不了你 为了爱情 正合我一 去死吧你 你将鱼儿耐揍的他 要上七张老 看着我等的威力爆炮 到底出人变活的为徒呢 林语师 谁去哪 兄弟们 哼 一群没见识的垃圾 等我全能停止爆发出来 所有人都得抢着说我为徒 那还能得到你们 继续继续 嘿嘿 还差五百岁了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那个被打的人 是谁 七张老 那人是外门杂姨弟子江鱼儿 在外面 是出了名的废物 废物吗 三百年了 我的天才徒弟们一个一个陨落 至此 我并收一个废物帝子吧 唉 为了不再有无辜的死伤 七张老已经三十年没有收徒了 这次被逼收徒 也不知是福是祸呀 打死这个废物啊 为林语师姐报仇 这种垃圾居然也有脸来参加选盘 那住手吧 收徒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啊 我们还没见到七张老呢 收徒结果怎可能出来啊 你这小女娃 不要乱说话 女娃子 你长得好可爱啊 你长得好可爱啊 说说请你吃棒棒糖好不好 小子 你被选中了 我 被选中了 摩托他 摩托他 开什么玩笑 七张老名震圣玉战场 被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怎么可能会选择江鱼儿这种废物当徒弟 这女娃子哪里来的 怎么胡言乱语 女娃子 你再这样胡说 叔叔可就不疼你了 女娃子 你是诚心来恶心我们的吧 嘘 七张老就算是个傻子 也不会受江鱼儿为徒 你再在这里胡言乱语 别怪我不 滚 叽叽歪歪的烦死了 你 你这臭丫头 竟然敢打我 都给我听好了 谁先把这个女娃子的腿打断 今晚我就和谁聚会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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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这么久 机会终于来了 我倒不是对林雨事件有什么非分之假 主要是熊孩子这种东西 越早叫越好 这都是你自找的 小罗列 可别怪叔叔们下手狠啊 等等 想动他 先过我这一关 喂 小子 我说过需要你保护了吗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因为帮我才进入如此境地的 更何况 我批后 不怕打 你快走 嘿嘿嘿嘿嘿 只要再被打一顿 我的乾隆体质就觉醒了 我怎能碰过这大好机会 小鱼儿 你很英雄是吧 小鱼儿 既然你想要英雄救美 那我们就称称你 来吧 小鱼儿 请放肆的 毫打我 笨 这小子虽然是个废产 但心眼倒是不会 对我会可 兄弟们上 不可能 他 怎么这么强 我的图案 也是你们能放的 不 什么 这小丫头是谁 竟然一招 竟然所有人都大飞了 嗯 怎么还没揍我 怎么回事 这小丫头是谁 竟然被打倒了 竟然一招 难道 难道 是他 这女娃姐太暴力了 何人在此闹事 是巡防未对的人 太好了 这些人来的正是时候 巡防大人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就是那个小丫头 在这里闹事 这小丫头 不仅假传七长老之令 而且 还不问青红皂白 对我们动手 是他 傻丫头 你今天就等着完蛋吧 卑职参见七长老 什么 那你 他就是七长老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跪下 参见七长老 弟子见过七长老 弟子永远不是泰山 请七长老责罚 这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会是七长老 放肆 区区外门弟子竟敢侮辱七长老 我看你是找死 我 不要 我 我错了 求七长老受罪 我是卫门弟子里 行了 我对你的名字没有兴趣 是 是 什么 七长老 竟然连我的名字都赖得知道 江羽二 弟子在 难道 是因为刚刚的事情责罚我吗 曾经以后 你就是我的徒儿呢 什么 随我走吧 ちょっと待って 七长老 虽然有只罗莉 不是 师父保护我挺好 但对我来说 好像没什么必要 罗莉虽好 但不能贪杯 我已经有系统了 只要挨打就能变强 根本不需要师父啊 既然如此 那就随你 谢谢七长老 也好 免得又像一个无辜之人牵手剑 走好不送 这小子居然拒绝了七长老 这江羽二难道不仅仅是废物啊 脑子也秀逗了 听说七长老打人出了名的很啊 这小子知道自己是废物 还被打废 不敢败吧 大人出了名的很 以七长老的实力 打我一拳 可以足足顶普通人一百拳啊 若是成为他的弟子 每天没事给他招点麻烦 挨上几巴掌 那岂不是 师父 等等我 师父先别走 关于收毒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再商量一下 你不是不同意吗 刚刚你也听见了 我对徒弟要求很严格 大人可是非常狠 哎呀这不是巧了吗 我想要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 我们师徒二人 简直是天作之河 天生绝配绝 戴双胶 巨势无双 哎呀师父您对我真是很重如山 你一定浮入东海里 你对我不离不计图 我一定会人家老宠宠啊 真是什么 好像挺有意思的 既然如此 跟我走吧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这这 这也太扯了 江鱼儿就这么简单的搬入七长老门下了 江鱼儿真是走了什么狗吃鱼 他这种垃圾肺 怎么会被七长老看上 我无论是天花还是长相 都要比江鱼儿强一万倍啊 七长老怎么会看上他啊 江鱼儿 今天的耻辱 我一定会连本带利地收回来的 你 给我等着 性格 体质 境遇 都符合要求 选他 小姑娘 你想不想进入内门了 你 你是谁 我是能将你送入内门的人 而且 还可以助你杀掉江鱼儿 为你报仇 你 为什么要帮我 自然是在跟你做个交易 什么 你要我杀七 噓 很快 内门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切记我们的约定 你不要和任何人受情 否则 会死吧 我淋雨 可不是真名荣医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 圣主 七长老三十年不收徒 这次被您强令收徒 却故意收了一个废物 这分明是在与您打擂台 知道了 啊 传圣主令 剥夺许悦三个月用药权献 奴婢领命 妹妹 不要怪姐姐狠心 毕竟 只有你的徒弟 才能打开那处秘境啊 我们到了 哎呀 内宗长老猪的地方果然奢华呀 比我在砸一处猪的茅草屋可强太多了 哎 妈呀 大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这是江鱼啊 他以后就是博山秘定的公子 你和他讲讲规矩 哈喽啊 哎呀小姐 先别管他了 此后圣主那个官养云来了 说是要给你传达什么圣主令 七长老 圣主有令 取消你三个月的用药权 知道了 看来你们终于受够了 也好 因为 火已受够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许月听到断药的消息 不应该很激动愤怒吗 小丫头 你给我整事呢是吧 安门大小姐可是因为宗门受的伤 这三十年造了多大的罪呀 你们现在还要把药停了 原来七长老身受重伤了呀 难怪外面床他三十年不收徒 断药之事也怨不得圣主 药怪 只能怪七长老 收了一个废物徒弟 那你 是因为我 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 果然是个废物 哎呦 这家伙是来挑衅的呀 他让他打我几家 我的乾隆体质 应该就可以觉醒了吧 你给我站住 你既然觉得我是废物 那你敢和我打一场吗 你这个废物竟然还敢挑战我 你莫不是以为成了七长老的徒弟 就无人敢惹了 这小子 他竟然想要为我出头 公子 面前这娘们是圣主的侍女 地位非同一般 你招惹了他 七长老也帮不了你呀 你不用阻拦我 这家伙侮辱我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侮辱师尊 绝不能忍 俗话说一日师尊 不对一日为师终生为师 我身为弟子 必须捍卫师尊的尊严 哪怕是死 这小子真的假的 这一波 不但能激活前隆体制 还能让七长老欠我个人情 这买买我可不亏 你一个废物 还想给别人汉为尊严 你配吗 我配不配你试试就知道了 来来来 别说我欺负女人 我让你先出招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啊 玩犊子了呀 小姐 这 无妨 鱼儿实力一般 嘴上又不饶人 吃点亏对她没坏处 练器医子的修为 配挑战我 看在七长老的面子上 今天留你一命 再有下次 怪我 这次还没完呢 怎么就说到下次了 天龙体制已激活 你刚才爽了一下 接下来 该我爽了吧 香鱼儿 怎么感觉有点 不一样了 居然还能站起来 继续躺着 该躺下的是你 你 被我一个炼器一层的废物打败 爽吗 我 我已经是炼器巅峰 你 怎么 可能 没想到刚拜师 我便激活了乾隆体制 这师父拜的可太值了 赶紧看看我目前的实力水平 能力 练器尽无敌 乾隆体制熟练度 百分之一 这乾隆体制也太厉害了 竟然能让我再练器其无敌 听说宗门最优秀的弟子沐晨刚 也不过才练器巅峰 那岂不是说 在整个圆处圣地的弟子中 我已经无敌了 我太难了 挨了那么多打 总算得到回报了 我好强 我太棒了 我太难了 我好惨 这小子是犯病了吗 怎么一会儿想一会儿哭呢 江鱼儿 师父 你看我一招就把关羊 气氛 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江鱼儿 你竟然隐藏了实力 这个 师父 你听我解释 我其实 我其实是刚刚突破的 还敢骗我 天龙体制熟练度 百分之三十八 天地图 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何要收你 百分之三十八 就因为你是一个废物啊 江鱼体制熟练度 百分之三十八 百分之三十八 反而是个天才 大是亲马是爱 姑子 你可别怪小姐 二个家小姐是怕你死才这么激动的 师父 你差不多解释了吧 你的叔叔太狂暴了 我身体 我的耳顶不住我了 能不能让我还我 再继续 我最狠别人骗我呢 既然你不是废物 我只要 把你变成废物 江鱼儿 最狠 大姐师父 反变成废物 就好过你去送死 天龙体制熟练度 百分之九十九 天龙体制熟练度 百分之一百 啊 怎么回事 江鱼儿身上冒出的这股能量 小姐 我 竟然恢复了 小姐 你竟然恢复真身啊 这咋回事啊 刚刚是江鱼儿周身的能量 引动了我体内一股莫名的能量 难道我恢复真身 是因为江鱼啊 啊 哇 师父 长大了 而且 还是白色的 啊 什么白 啊 啊 啊 你去死了 说 你看到了什么 啊 师父 我 我这 我这那什么 都没看到 略你也什么都没看到 嘿嘿嘿 这师父 绝对是个女魔头 这大王 他的命令 那帮人 还要狠 老歪 把库存那些药材都拿给他用 我要他明天生龙虎虎的出现在我面前 什么 要度有库存药材 小姐 宗门已经对你断药了 若是把仅存的药给公子 你自己怎么办呢 这件事听我的 江鱼儿那股能量 可以让我恢复真身 但是 如果我能搞清楚原因 说不定了 以后我就再也不需要用药了 嘿嘿嘿 师父 把剩下的药都给我用 他果然还是爱我的 我也爱白色 不是 我也爱师父 什么 圣主剥夺七长老三个月的用药权限 而且七长老还把圣主的侍女观养云打伤了 是的 三十年来 七妹的伤势就靠宗门的仙药掉着 若是停用三个月 七妹恐怕 靖云 快随我前往博山秘境 我要去见七妹 是 有意思 三十年了 许悦 你仗着为宗门令下的功劳 做事肆无忌惮 竟然连圣主的侍女都敢打 我倒是很想去看看她 许悦三十年前受伤 功力大减 身形更是变成了小孩子模样 我还真想看看 一旦没有宗门提供的仙药 她会不会变成婴儿呢 刚啊 方为师穿鞋 我要去博山秘境看看 尊命 你个大早 困呐 这乾隆体质就是好啊 昨日将师傅给的仙药都吸收后 我的伤势竟然全都恢复了 不过 话说我的乾隆体质熟练度 已经到了百分之一百 接下来该怎么突破呢 难道 还是要继续挨打吗 哇 又来一位仙女姐姐 这原初圣地的美女 还真多呀 二姐 你怎么来了 姓妹 你恢复了 只是暂时的 原来只是暂时的 那你赶紧把这些丹药吃了吧 我听说圣主给你断药了 紧急给你准备了一些丹药 这是 师姐你紧急炼制的丹药 对啊 生怕耽误了你的伤势 那个 我看就不用了吧 二姑娘出了名的马大哈 虽然练丹厉害 但总是出错 上次我吃了一枚助颜丹 差点直接把我送走 想当年 我也是风华正宝的角色为难此一枚啊 奇妹 你是嫌弃二姐的丹药吗 这可是二姐很用心炼制的 二姐你想多了 我不是嫌弃你的丹药 只是 只是 嘿嘿嘿嘿 来嘞师父 是班山还是月灵 尽管说 徒儿亦不容此 昨天为师对你出手有些重 让你受了伤 你把这些都要吃了 哇 师父对徒儿太好了 师母 我爱你一生一世 奇妹 这是为你准备的 既然我又收了徒 有什么好东西 自然是先给徒弟用 还不快点吃 喝都不许剩 师父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公子 你怎么吃怕是要凉啊 我上次吃的哪是丹药 肯定是师尊 天我的爱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炼制的丹药好吃吧 这丹药 系统警告 不 不对劲 你 你只要 好想 好想有 有 有毒 不可能啊 我炼的药在整个圣地都有口皆碑 怎么可能会有毒 喂 你们都服用过我的丹药 你们说说 我炼制的丹药有毒吗 没有 没有没有 看到没 大家都说没毒 你小子怎能凭空我清白 我 我在哪里凭空 你没看到我都要中毒死了吗 这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可是我的丹药是不可能会出问题的呀 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难道是你修为太低 药吃多了 导致没办法充分消化药效 喂 你是不是 别研究了 先救我呀 哇 是不是白色 二长老是绿色的 可惜 露的太少了 太少 对对对 我知道了 不是吃的太多 而是吃的太少了 七妹说你昨天受了重伤 重伤就要下猛药 所以 你只要再吃一些我的药就好了 啊 什么 还要吃 没错 一定是吃少了 要多吃一些 来来来 你这条小鱼 真是走了大运了 寻常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能吃我这么多宝贵的丹药 不要 这 我 住不住 我 石子 救 救我呀 你再不出手 就要 失去你的宝贝徒儿了 小姐 不救下公子吗 二姑娘这么给公子吃丹药 公子会出事的吧 自从经历了当年的事之后 二姐做士兵一直都是马达哈 但她心中 其实一直守着底线 那些丹药虽然副作用很大 但却没有生命危险 唉 小姐和二姑娘 都是苦命人哪 师从 师从 快就这样修饰了吗 没想到 我叫鱼儿在医界赤杀三年 没有被人打死 却又被人堵死了 前龙体质熟练度 达到百分之一百 开始激活前龙能量 应服用不合格丹药 获得三十八点前龙能量 当前前龙能量为三十八点 系统竟然开启了新功能 刚刚丹药 代表身体的痛苦也消失了 为什么二层网这丹药 竟然能让系统突破 又拿什么毒药 分明是仙药啊 快张大嘴 让我塞进去 塞进去你就感觉好了 二长老 等等 怎么 你就这么嫌弃我的丹药 没错 我确实嫌弃 但我嫌弃的是 丹药太少了 二长老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丹药 你一定要再给我一点 什么情况 公子竟然主动找二长老要丹药吃 他该不会 吃药吃撒了吧 我这徒儿的行尸风格还真是出人意料 有意思 终于 终于有人体会到我担药的魅力了 小鱼儿 这远处射地 还是你最有眼光啊 等等等 我那里有好多库存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保证把你喂饱 真的假的呀 二长老 二长老 我需求量很大的 你可要 这是 太棒了 又来一个美女啊 圣主 原来她就是圣主啊 圣主来做什么 难道 是得知我是个天蚕 来抢我的吗 许悦 给本宫跪下 你不仅违逆本宫的意料 竟然还将本宫的侍女打上 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哇塞 你竟然直接动手了 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呀 圣主 那蜜镜已经吞噬了我无数徒儿戏 我不想再有无辜之人牵扯其中 你又为何非要执迷于此呢 还敢顶嘴 啊 啊 玉姐师父竟然变 变回罗里师父了 圣主 老七才恢复本身 看望手下留情啊 圣主 还望你念在同门之义的范上 饶过小姐吧 喂 我说这位大姐 你怎么问都不问上来就动手 明明是你那个侍女仙出言不逊 才被我打伤的 就算要动手 大不了你冲着我来嘛 干嘛为难我师父 啊 少爷好勇啊 竟然敢这么跟圣主说话 而且还喊圣主大姐 这不是找死吗 滚 本宫的侍女 岂是你一个练气一宠的废物能打伤的 竟然敢喊我大姐 走 许悦 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从新进的外门弟子中 得意天才 信心教导正法 不 可能 圣主 我意已决 即便生死 我也绝不会再让任何无辜之人牵涉其中 你以为你这样固执 就不会有无辜之人惨死了吗 他就是你受的废物徒弟吧 不怕 高手 金丹静 强者暴击 乾隆能量 增加一百点 圣主 你要做什么 你不想让无辜之人惨死 那我偏偏要将这无辜之人牵扯进来 系统提示 危险 危险 次次攻击威力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诶 啥玩呀 换兔子来 要凉啊 住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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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样了 canyon 走 好好 我家 什么 来到一阶三年 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死子 虽然我知道 誓不说我为徒也有他的目的 但刚刚 我的确真切感收到了 在乎我的生死 他是唯一一个在乎我生死的人 有这样的人在 你怎么舍得走呢 我不但不走 我还要让他知道 我值得他的在乎 圣主大人 我刚刚并没有说大话 关养您 的确是我打败的 恐怕 他觉得败在一个 炼气一虫的废物手里没面子 所以才没和你说实话 尚你误以为 是我师父出手的吧 一个炼气一虫的废物 怎么可能 虽然我不在意别人 喊我废物 但我在意我师父 我不想别人因为我 而误会我师父 所以 摊牌了 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 我不是废物 我师父 收了一个天才徒弟 江鱼儿 不许说 师父 你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事 小姐 交给我吧 圣主大人 博山秘境弟子江鱼儿 自认天赋还可以 甘愿接受任何测试 看这小家伙的气度 的确不像废物 难道我真的误会七妹了 那就让我来亲手试一试 圣主且慢 四妹 你这是 圣主 只是誓言这小子天赋而已 何必劳烦圣主亲自出手 不如让我徒儿进秋水去试试她的深浅 秋水也是炼气精 同背切磋 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嘛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那便让你的徒儿去吧 秋水 你去指点指点你的师弟 记住 出手 要小心哦 弟子明白 师父放心吧 管你是不是天赋 只要我只雪月的土地 我便绝不会让她活下去 不 不好 凡子一直对我不怀好意 让自己的徒儿出手 将鱼儿恐怕有性命之威 小姐 你的伤势 妹妹不用担心 这将鱼儿挺有意思 我不会让她有事的 我的好师弟 别说姐姐不照顾你 想要比是什么 你来选吧 那感情好啊 那我们就随便打几下吧 这原初圣地的美女还真不少 又漂亮又友善 我有机会 一定要多出去走走 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 竟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去 你搞偷袭 不好 这是静秋水的精雷镖 一出手就是杀招 还搞偷袭 果然没安好心 不行 我要去救她 妹妹别急 江鱼儿 江鱼儿好像还有余力 切磋而已 师姐居然想要废我丹田 刀剑无眼呢 师弟 既然接受了挑战 那就要做好受伤 甚至是死的准备 居然能躲过我的金尼镖 这小子 倒是有几个实力 这样啊 既然如此 那么 师姐若是被我一不小心 打死了 心肝也不会有人怪我吧 打死我 我的好师弟 你当着圣主和诸位长老的面 说这么大的笑话 真的好吗 是不是笑话 你马上就知道了 不知死活 救重镖 不好 那是班子的成名绝招 小鱼儿 快躲开 我得去救江鱼儿 二级 我徒弟奉圣主令 和江鱼儿切磋 你插手 不太好了 该死 你 小 小鱼 七妹 反正你的徒儿 总归是要去送死的 早点死 还能免去你培育她的新郎 这可是好事 你又何必这么悲伤呢 哎呀呀 不好意思 七师叔 我刚刚心急没受住力 您这新收的徒弟 怕是要死 你个大头鬼 你没事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去死吧 这 怎么可能 金秋水竟然输给了这个废物 这江鱼儿 这江鱼儿明明只有练器衣橱的修为 方才却发挥出了堪比练器巅峰的实力 难道我这次看走眼了 他真的是个天才 小姐 公子赢了 他是为我赢的 但也因此 他又被我牵扯到那件事中了 我 公子怎么一直不动 难道刚刚那一气 打打好干吗 嘿嘿 我要给我保持一会儿 将我这帅气的胸肩 永远定格在他们心中 哎 差不多了 没想到耍酷也挺累啊 他动了 原来他没事 你竟然能够将我打伤 师姐先别这么快下结论 光打伤你可不够 什么 你 你难道还想杀了我不成 师姐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怎么可能做出残杀同门 这么不要脸的事 我将鱼儿做人做事 向来恩怨分明 你刚刚既然想废我丹田 那 我便以牙还牙好了 什么 你要废了我 你敢 我可是 我确实敢 师父就 够了 师父 你这小畜生 求是好心指点你 你竟敢吓死中手 我真的有些好奇 你的脸皮是怎么长的 竟然能面不改色地将废我修为 说成好心指点 圣主大人 你不管管吗 说实话 弟子很为宗门的未来担忧啊 有这种人在 早晚会将我们宗门的脸都丢光的 大胆 请赶一下犯上对本长老不敬 今天我便带你师父教训教训你 我这事准备开口 先杀掉 住手 小鱼儿快躲开 危险 危险 此次东西为一人 潮出身体承受极限 耗费十点前龙能量 可躲过这一招 是否启用 原来 前龙能量是这么用吗 给我启用 这小畜生竟然能躲过我的子人 可惜了 神灰长老 此刻不好再出手了 你们不愧是师徒啊 出手就要我的命 真当我将鱼儿没脾气吗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 进秋水的丹钱 我费定了 谁都保不住 还敢放手 是畜生 没想到你有主动 给我出手的机会 那就是死了 罢了 剩余的前龙能量 全部用掉 能量剩余 128点 能量剩余 99点 能量剩余 66点 能量剩余 38点 能量剩余 0点 什么 我说过 静秋水的丹田我费定 谁都保不住 将军 你死了 你死了 这前龙能量剩余 了不得 连长老这个级别高手的攻击 都能让我清闲躲过去 简直太霸道了 小女儿 你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残害同门 危险 危险 此次攻击威力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小女儿竟然要躲过我攻击的实力 只能让她活下来 我让她一定会成为我的半角石 我去 忘了这个女人啊 我现在没有精录能量剩余 用了 送我们过去了 这下玩大了 要玩了呀 分子 你给我住手 不要去 她死不了 怎么会死不了 分子动了杀招啊 因为 她已经证明了她的实力 会有人救她 到此为止吧 圣主还是出手了 圣主 救了我 传我圣主令 封江鱼儿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享受二阶弟子待遇 有资格进入容颜秘境 从今日起 恢复对许悦的药材共饮 什么 圣主 这江鱼儿残害同门 你非但不惩处 竟然还 老四 我 你真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我 跟圣主另行事吧 可我 今天还是让江鱼儿 完好无损地活下来的 有不了今天的 这乔 这四长老脸色怎么这么差 难道被圣主打成内伤了吗 初阶弟子大师兄 想二阶弟子待遇 做头什么乱七八糟的 爬楼梯一猛 还一阶一阶的 小鱼儿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初阶弟子指的是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二阶弟子是上过圣域战场的弟子 他们都突破了练气期 已经开始助击了 二阶弟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助击单 享受到的修炼资源 是初阶弟子的数倍 原来是这样啊 你能够在练气期 就得到二阶弟子资源 是解到大便宜了 恭喜你小子 二阶弟子的资源都这么丰富了 那三阶弟子还了得 我要当三阶弟子 你还想当三阶弟子 师父 没错 突然要当上三阶弟子 为师父争光 师父也不用太过表扬弟子 毕竟 这是弟子 无论之事 师父 你怎么又是这副表情 弟子有些怕 天龙很亮 加十 所有的三阶弟子都已经 谁让你走 你为什么不走 天龙很亮 为什么要显示自己的失恋 我的脸 恭喜你 你是不知道 小姐之前收的徒弟 都是因为成为了三阶弟子 才死的 师父 你刚受伤了 剧烈运动对身体不好 别打了 行吗 师父 您的水晶鞋 我 也是 我为什么要拿他出气呢 他明明是为我猜出头的 哎哟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呢 七妹这是拿自己的徒弟撒气吗 啊 又长老 他怎么来了 又来你的美女 这远出生地 真是人间天堂啊 收亚 我的好七妹 你怎么越来越没礼貌了 见到我 竟然连一声六姐都不叫了 怎么 难道是因为 被圣主断了药 心情不好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我哪里敢看七妹你的笑话 毕竟 七妹每次陷入绝境 都能够逆风翻盘 我这次来是好奇 七妹这回 还能不能翻身 又是一个来找事的 我这师父 人缘这么差吗 我能不能翻身跟你没关系 就不劳你费心了 小七妹你说的 我怎么能不费心 你的情况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三天没有药 你恐怕就会死无纵身之地了吧 六姐 可是很心疼你的了 这位六长老 不知道刚才的圣主力 我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周雅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 等等 师父 你伤还没好 要少说话 我来帮你招待六长老 将一样见过六长老 这小子又要干什么 你就是许悦刚收的废物徒弟 招待我就免了 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 等你师父三天后死了 谁来保你的小命吧 六长老 你好像认为我师父死定了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打赌 教赌圣主 会马上恢复我师父的用药权 并且将我身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享受二阶弟子待遇 如何 将鱼儿原来打的是这个东西啊 这条小鱼儿还真是个机灵鬼 你这小废物 有点意思啊 不仅妄想让圣主 恢复你师父的用药权 竟然还想要当初阶弟子大师兄 你还真是天真得有些可爱呢 做人没梦想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不知你敢不敢和我打这个赌呢 好啊 赌什么呢 我都听你的 这女人 不简单啊 我都想把我的意大利炮拉过来了 开炮 我若是赢了 你要发出天道誓言 帮我办一件事 这就受不了了 看来还是个小雏牛 我若输了 这博山秘境 就送给你了 这小子 竟然敢用博山秘境更魔朵 难不成 他真有什么把握 小可爱 这博山秘境的归属 是你一个小小弟子 能做得了主的 师父 能不能让我用这博山秘境赌着娃娃 拨一拨单车变魔朵啊 你懂的师父 能不能把你的表情收拎一点 我可以拿博山秘境让你去赌 但如果你赌输了 我非扒了你一层皮不可 啊 师父 你不是知道这是稳赢的局吗 拔层皮太残忍了吧 哼 虽然师父又变成了奴隶 但说起来还是好可怕呀 翻不几句是嫉妒我 这中雅三番两次对我下死手 既然将鱼儿想坑他 那我也乐尽其成 给他点教训 哼 看许悦的表情 他也没有把握 既然如此 好 这赌注我接了 我周亚对天发誓 若是我输了 便答应为将鱼儿办一件事 如果我输了 将这博山秘境送给周亚长老 天道誓言已经发完 告诉我 圣主什么时候会恢复许悦的用药权 又何时会将你身为 出街弟子大师兄 那当然就是 现在啦 圣主令在此 如假包换假衣培石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真的拿到了圣主令 记住了 你要为我办一件事 原来你早就拿到了圣主令 你骗我和你打赌 你这个混蛋 这也冤不得我 谁让你脑子都长到胸上去了 我师父敢拿博山秘境做赌注 那肯定是有必胜的把握啊 你 师父稍安 啊 这江鱼儿有嘴滑舌 说不定用了什么手段 匡骗圣主 只要我出手将其废掉 事情便有转机 嗯 幸好刚那儿你在 不然 为师都要被气坏身子了 喂 说什么悄悄话呢 该不会是想着怎么赖账吧 师弟 既然你听到了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掌 我牧尘刚胜为出阶弟子最强者 很怀疑你有没有资格成为大师兄 所以 我要代表所有出阶弟子 考验一下师弟你的能力 废话太多了 啊 什么 刚刚我说修职后 实力脱飞冷静 已经半只脚 迈入住几近了 实力绝对是练起七五顶 怎么可能会 会被这个传闻中的废物弟子 一拳击败 哼 没看到圣主令 已经封我为出阶弟子大师兄了吗 还一直失地失地地叫个没完 唉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太没礼貌了 太 怎么可能 你 你自然一拳就能把我打成重伤 扑扑扑 你误会了 我其实 可以一拳就把你打死的 什么 但谁让我是大师兄呢 不能对师弟太残忍 这次只是对你稍加成绩 让你明白目无尊长的后果 再有下次 够了 我的弟子不需要你教训 陈刚 我们走 这次是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许月兽的弟子竟然不是废物 这就走了 事情好像没完呢吧 陈刚已经被你打伤了 你还想怎么样 瞧六长老这话说的 好像我咄咄逼人一样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六长老 我们是有赌约的 你输了 要为我做件事 江鱼儿 我劝你最好忘了赌约的事 有些后果 你可承受不起 我能不能承受得起 是我自己的事 不过你发过了天道誓言 如果你敢违背 恐怕最先承受不起的 是你自己的 你 我一旦违背天道誓言 并会遭到天道反噬 得不成事 看来 这一次 梦亏只能吃下去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建议你不要狮子大开口 我只不过是要你 我要你现在跪下 给我师父道歉 什么 跪 跪下 江鱼儿 我不需要这些 周雅虽然为人不怎么样 但毕竟是长老 修炼资源还是有的 你要为自己争取好处 师父 对我来说 我的师父不受委屈 就是最大的好处呀 什么 他 他竟然仅仅为了帮我出气 就放弃了人人可求的机会 江鱼儿 你 师父 你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道歉吧 咱们宗门某些人 看到师尊您受罚 就幸灾乐祸地过来想看你笑话 对某些人一点教训 他们是不会长气心的 痛快 真是太痛快了 自祖小姐受伤之后 我们这博山秘境遭了多少人白眼 受了多少人欺负啊 今天工资总算给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啊 没错 看来家里还少有个男人 才能不被人欺负啊 二姑娘说的对 家里必须有个男 二姑娘 你 你这话有点不对呀 我也是男人呢 老男人 也算男人吗 我老外虽然年龄大了些 那也是宝刀未老 天天迎日升旗 少瞧不起人 年龄大了还那样 反而有些恶心 江鱼儿 俗话说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劝你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要求 否则 抱歉 我并不打算是你 不是 那个 我并不打算和你日后相见 所以 没必要给你留一件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你是贵 还是不贵 不要太过分 师父 想动手 那你试试 看是你的手快 还是天道反事快 不行 我一旦做到天道反事 大师兄的打击 就没有办法继续推行吧 江鱼儿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 记住了 我们 来日方长 许悦 今天是我不对 向你磕头道歉 我们走 一气呵成的跪姿 六长老绝对很擅长下跪这个姿势 我的眼就是尘 江鱼儿 你这是彻底把中亚得罪了呀 得罪他们怕什么 圣主已经恢复了师父您的用药权 等师父好起来 对付什么四长老六长老 都不在话下吧 若是我能恢复实力 对付他们自然不在话下 只是 放心师父 虽然你现在又恢复了小孩子模样 但我只要再往你体内注入灵力 把你变大不就好了吗 什么注入变大 你 你胡乱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师父用不用我帮你 从女孩变成女人 改日吧 不说我了 既然你已经在圣主面前抱悟了实力 那有些事情我要和你说清楚 啊 什么事 其实 圣主之所以不断强迫我收弟子 是因为我们在生育战场中 发现了一处秘境 那处秘境 似乎是 一座时空通道大阵 可以穿梭界雨 但那处秘境 却只有珠基镜 及以下的人能够进入 而整个远处圣地 只有我懂阵法 所以圣地 一直希望我培养弟子 妄图控制那处秘境 这不是好事吗 师父为何不愿做 如果我们掌控了时空通道 岂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圣神可以通过时空 大佬 传送给地球 大佬 神仙 用了前空体制 岂不是可以直接秒杀 至尊狂哨之类的臭鱼乱虾 到时候 也能跟歪嘴战神什么的玩玩 也不爽灾 没那么简单 在你之前 我一共收了三十七名弟子 个个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结果 他们全部与命在那秘境之中 什么 都 都死了 我不想再有无辜之人惨死 所以 这次我为了应付圣主之命 故意收了你这个敌人眼中的废物 岂料 到头来 你竟也是一个天才 难道 这都是天意吗 难怪我之前一暴露出实力 师父就揍我 原来他是为了 避免我去送死啊 我去 被这次壮大了 这个怎么办 我才刚和师父培养起感情 正有日久天长呢 可不可以这么快就死了呀 七妹 我已成长 既然小鱼儿的实力 已经被圣主发现 进入圣域战场 是不可避免了 我们还是想办法 让小鱼儿尽快提升实力吧 这样才有可能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对对对 我不想死 我要提升实力 二师叔 你快带我去你的炼丹房吧 我对你如鸡丝 对你的丹药如鸡丝可 哎呀 二师叔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还是快走吧 好好好 不得不说 你这条小鱼实在太有眼光了 全走门也就只有你能看出我炼的丹药好 药如其人 我看到二师叔的第一眼 就知道二师叔的丹药又大又圆又好吃 小姐 你说公子会不会真能成功掌控的时空通道 他这两天 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奇迹了 说不定 能将奇迹上瘾至最后 我不指望他能成功 我只希望 他能活下来 师父 接下来我一定好好和你双胸 迟早打败那个姜鱼儿 仅仅靠我们两个双胸 对你的实力提升太有限了 我已经为你在外门找到了一尊顶炉 供你彩补提升实力 顶炉 是谁 不用着急 等我把它带回来 你就知道了 我相信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师父 真是谢谢你啊 不过 我最想要的顶炉不是别人 而是你啊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你吃的招都不胜 小鱼儿 快些进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让你感受我的宝贝了 二师叔怎么比我还起 我的天哪 竟然有这么多丹药 这些丹药 最长的年份已经有上百年了 都是我舍不得给别人的 谢谢二师叔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丹药不错啊 看上去就好吃 太棒了 这个都臭了 肯定大补啊 多少年了 纵门的人都对我的丹药避之不及 还是头一次 看到有人为我的丹药这么兴奋 都是我的了 小鱼儿看上去很能吃 这些丹药恐怕喂不饱它 我要赶紧再去练这一批出来 啊 爽 太爽了 啊 只有小孩才会挑食 我全都要 宿主遭受大量垃圾单要暴击 一次性获得一千点全龙能量 啊 哈哈哈哈 居然一次性给了我这么多能量 一百点能量就可以让我躲开 长老级别的高手进攻 我若是一次性将一千点能量 全部消耗掉 得强成什么样啊 恭喜宿主 首次拥有一千点乾隆能量 解锁新技能 复制 宿主可以消耗乾隆能量 复制任何想复制的东西 啊 居然解锁了一项技能 嗯 可以复制任何我想复制的东西 真的假的 尝试一下看看吧 给我复制这颗丹药 去 啊 竟然真的成功了 宿主消耗九十九点乾隆能量 成功复制垃圾单要一枚 不过这也太贵了吧 复制这么一枚单要就花了我九十九点乾隆能量 你说 等等 那如果我想再复制出一个师傅 嘿嘿嘿嘿嘿thood 嘿嘿嘿嘿嘿 hoo 是不是得消耗上百万的乾隆能量 我得攒到猴年马爷去啊 不过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今天先把这里的丹药全部吃光 会复制出师傅的伟大梦想而努力 冲啊 怎么还是不行 难道失去了本命灵活 我就真的再也练不出合适的丹药了吗 我就不信了 继续练 我练制的废丹都能让小月那么喜欢 若是能练制出好的丹药 肯定会对她帮助更大的 世尊 番子四爪老来了 她来干什么 她说要收回宗门的丹顶 什么 她还要收回 她凭什么回收 凭什么 我自然是凭借慎主赐予我的权利 来回收丹顶了 番子 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老秦那里吃了亏 故意来我这里打击报复 我是打击报复又怎样 要怪 就只能怪你站在了许悦那边 许悦当年为了宗门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如今遭遇不公 你们这群人不帮忙就算了 反而还要落井下石 那都是她骄游自取 谁让她当初勾引大师兄 大师兄明明是喜欢我的 如果没有许悦 大师兄一定会选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大师兄瞎了一眼才会选你呢 我和大师兄的事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行了我来不是跟你废话的 乖乖将丹顶交出来吧 丹顶是圣主给我用的 你没全力收回 谁说我没全力 圣主有命 容颜秘境即将开启 我身为主管内务的展觅 需要带子丹顶 寻找炼丹师 给宗门弟子提前炼制凌元丹 我 我就是炼丹师 凌元丹我可以炼制 用不着你再找别的炼丹师 我天真的二师姐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自从当年那件事之后 你便永远丧失了炼丹的能力 圣主之所以同意把丹顶借给你使用 不过是照顾你那脆弱的自尊心而已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 炽炸圣女战场的炼丹宗师吗 我 还能炼丹 你是还能炼 看你炼出的都是废丹 切手现实吧 你睁开眼看看这四周 除了你这个废物徒弟静元之外 还有谁会求你炼丹 二师叔 姜鱼儿 他怎么在这 二师叔 你的丹药已经没了 能不能再帮我炼点 什么 姜鱼儿竟然求联合炼丹 小鱼儿 你 你还想吃我的丹药 当然了 二师叔炼制的丹药 金药绝伦 巧夺天空 让我销魂入骨 流连忘返呢 不知二师叔能否再炼制一些 弟子还嗷嗷待补呢 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想吃 师叔一定会保你 你们两个 少在我面前演戏了 既然还有个人 蛤 班子长老是你 你来做什么 是因为我打伤了你徒弟 要来报复我 我身为堂堂长老 可不屑于做报复之举 我今天是来报复联合 不对 我今天是放上主令 收回你二师叔炼丹的丹顶的 要带走炼丹炉 没想到这小独仔的眼灾 要收拾它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今天先收拾联合 小鱼儿 对不起 我 可能没办法再给你炼丹了 竟然是真的 你凭什么收走丹顶 不让二师叔炼丹 二师叔明明是专门最优秀的炼丹师 他炼的丹药那么好吃 强鱼儿 还跟我演戏呢 我看你是吃屎吃习惯了吧 整个人出生地 谁不知道他已经废了 炼出的所有丹药都是废丹 也就是你师父那个冰秧子 才会昧着良心吼骗他 说他的丹药好吃 什么 难怪二师叔炼出的丹药 师父他们都不敢吃 难怪二师叔 听到我喜欢吃他的丹药 那么开心 我用了二师叔 无法再炼出 喝个的丹药了呀 不 我还可以炼出好的丹药 我还可以的 只要给我时间 一定可以的 师父 二师叔不那么喜欢炼丹 上天竟然夺走了 他的这份喜欢 光夺走了 还要派一些垃圾 来逼他去接自己的伤疤 我说二姐 不是宗门不给你时间 只是 已经给了你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你现在还是炼不出来呀 人贵有自知之明 接受现实吧 您已经再也无法炼制出合格的丹药了 赶紧把丹顶让于有用之人吧 等等 谁说二师叔 没办法再炼制合格丹药了 哼 整个元初圣定人尽皆知 这还用别的说吗 哦 那不知 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什么赌 如果二师叔炼制出来了 你要答应为我做件事 如果二师叔炼不出 不单丹顶给你 我还会代表我师父和二师叔 向你跪地道歉 你一个小小弟子跪地道歉 你觉得我会稀罕 你师父向我跪下还差不多 想让我下跪 可以啊 我也加入赌局便室 七妹 你怎么来了 师父 艾姐 我来看看我这猎徒 有没有在你这里捣乱 雪月怎么也来了 师父 您就这么相信徒儿啊 就不怕徒儿 把您给输了吗 湘宇儿 你输了 我最多是下跪 但你 会死得很惨 师父 我有几斤几两 您还不知道吗 您放心 您的膝盖那么光滑白净 我可舍不得让它因为给别人下跪便脏 如果你的膝盖要受伤 那也只能是因为我 行了 别平嘴了 赶紧去赌吧 七妹 小鱼儿 不要赌 凡子说得对 我 确实无法练 二师叔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自己 是最大的啊 最棒的 相信我 我有办法 小鱼儿 这 好吧 小鱼儿虽然说话口无遮拦 但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这个帆子 恐怕要和周雅一样 掉进小鱼儿的套里了 来吧 凡子长老 该你接招了 敢不敢赌 没想到你们师徒两上赶着要给我下跪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们所愿 赌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 但联合不能练单的事人尽皆知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说 我很欣赏 凡子长老的自信 那就请发天道誓言吧 我身为堂堂寺长老 你还怕我耍赖不成 不怕直白地告诉你 我就是怕你耍赖 怎么 不敢发天道誓言呢 不敢发我也能理解 因为我早就知道 有些人虽然贵为长老 但其实胆小如鼠 说不起 你说谁输不起 不就是天道誓言吗 我这就发给你看 我凡子对天发誓 若是输了 便答应江鱼儿一件事 有违此事 愿受天道反誓 哎呀呀 四长老果然是爽快之人啊 我一看你面相 就知道你心胸宽广 胸筋豁达 胸怀弱骨 胸有大志 心胸乃大 少废话 开始吧 我倒看看 整个元出圣地 人尽皆知的废物炼丹师 怎么炼出何个的丹药呢 四长老别着急 联合长老开炉炼 机会难得 我觉得 可以请一些弟子前来观摩 让他们领略一下 炼丹大师的风采 请弟子观摩 好啊 既然你想让联合 在泉宗门面前丢人 我求之不得 赶紧去叫人吧 什么 小月 二姐 不用担心 小月肯定有办法的 你忘了 老六是怎么被小月坑的了吗 好 好吧 我听小月的安排 继云师兄 那就劳烦你帮忙去通知一下 就说二长老开炉炼丹 邀请大家观摩 最先到的一百人 赏零元丹一枚 谨遵大师兄弟 怎么回事 二长老不是没办法炼丹了吗 怎么会突然宣布当中炼丹 估计是被宗门逼迫的吧 前有宗门逼迫七长老收徒 现在宗门要逼迫二长老炼丹呢 二长老已经有上百年没有炼制出合格的丹药了 宗门让他当众炼丹 看来是想让他当众出丑吧 江鱼儿 前来光摩的弟子足有上千人了 笔试应该可以开始了吧 嗯 人数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 还请四长老出题 想要联合长老炼制何种丹药 我和联合怎么说也是同门师姐妹 我也不为了他 就炼制一品原破丹吧 只要联合炼制的原破丹 里面蕴含的原破能量 与我这枚偏差在半程之内 便算他赢了 嗯 我们打得赌 不是说联合长老能不能炼出合格丹药吗 怎么还对丹药品质有要求 当然得有要求了 否则你们找一枚现成的丹药作弊怎么办 既然是我出考题 我必须要出得严谨一些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不是吗 这原原破丹是我偶然从一处上火灭镜得来的 品质惊人 别说联合现在废了 就算当门的他 也未必能炼出品质这么高的原破丹 这下万无一失了 你这分明是故意在为难二师叔啊 四长老 你倒是有点闹错 还知道防着作弊 不过 你防得住吗 还天赋尖合 相后九十九乾隆能量 复制原破丹一枚 复制成功了 既然你让我出考题 我已经出了 你们如果不敢接 就赶紧认输吧 江鱼儿 没点把握 我会跟你赌吗 你毛都没长期吗 跟我玩 你还弄天 谁不敢接了 还你原破丹 就按你说的来 小鱼儿 我和你说实话 现在的我 可能连最普通的原破丹都没办法炼制 更别提藩子这枚原破丹品质极高 我恐怕 师叔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这是 这是一枚原破丹 而且原破能量极高 好了 二师叔 开始炼丹吧 好 也不知小鱼儿从哪弄来的这原破丹 我只要借着火焰的车意 将这原破丹送入药品 这场比试 应该就算赢了 看二长老这炼丹手法 不能炼丹的传闻 怕不是假的吧 传闻不可能是假的 二长老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想靠花脸国上的手法来掩盖他不能炼丹的事实 没错 等着瞧吧 他炼出来肯定是废丹 联合 没想到你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不过没用 马上 你就要在这原出圣地 变成过肩老鼠了 炸顶了 二长老果然失败了 不出所料啊 二长老这下把脸丢到家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结果了 二姐 你输了 谁说我输了 什么 班子 是你输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二长老 竟然炼成了 看来二长老不能炼丹的传闻都是假的呀 是有人造谣抹黑二长老 还是二长老 逼着他扮猪吃老虎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废了 怎么还能炼制出圆破丹 事实就在眼前 班子长老 还是赶紧把你那枚圆破丹拿出来对比一下吧 看看品质是否符合要求 好 我来对比 你们一定是拿现成的圆破丹作弊了 看我这就揭穿你们 这 这 竟然 完全一样 我没感受错吧 这两枚丹药上的圆破波动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差异 你没感受错 确实一模一样 天下就不可能有两枚如此相似的圆破丹哪 除非是有高手当场炼制的 二长老不可能作假 二长老也太神了吧 竟然能够如此精准地控制圆破能量 让两枚丹药的品质完全一致 就算是炼丹宗师 恐怕也不一定能达到吧 我 我竟然输了 难道 这么多年来 联合一直在隐藏实力 好了 班子长老 既然你输了 那就要兑现赌约了 什么 二长老和四长老之间竟然还有赌约 难怪会邀请我们来观摩 这是让我们当见证人啊 这下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他们赌的是什么呀 江鱼儿 我劝你最好忘记这件事 否则 很可能会有你承担不起的后果 这话说的 怎么和六长老一样 一点心意都没有 既然如此 我也重复一下我对六长老说的话吧 我承不承受得起 你不用操心 但 你得先考虑考虑 自己能不能受得起天道誓言的反噬 我 该死 难怪他让我发天道誓言 他早就丧起好我了 说吧 你要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 你现在给我二师叔跪下 赔礼道歉 什么 你竟然敢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联合这个废物跪下 没关系 我不会勉强的 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只要三次长老 能承受住违背天道誓言的后果 你 好 我打印 二师姐 对不起 请原谅我对你的无礼 一百多年了 我别无他求 不就是希望这些人和我说声对不起吗 但真的听到 却突然觉得 为了真正一口气 浪费了百年光影 毫不值得 我终于想明白了 人 不是为了别人而活的 他们道不道歉 离不理不理解 对于我想追求的大道没有任何意义 尘唤 尘唤随风散 一国都随缘 本命灵火 是二长老的本命灵火 传闻在百年之前 二长老的本命灵火 因意外陷入了沉睡 没想到今日 竟然苏醒过来了 什么今日 二长老的本命灵火早就苏醒了 不然刚刚怎么可能炼制出弹药 二姐看破心魔 重新让自己的本命灵火觉醒了 那个意气风发的炼弹同时 回来了 难怪连河的炼制出弱破弹 原来他早就恢复了本命灵火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大师兄 不然我们的大戏 就要受影响了 小鱼儿 今日之日 本座记下来 三日后的容颜秘境典礼 你给本座等着 等啥 你是还想再跪一次吗 等着就等着 怕你不成 小鱼儿 二十数 谢谢你 要没有你 我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回当初的自己 是你让我体会到了百年间从未有过的畅悔 那个 我的赛脸都要几点了 看在小鱼儿的面子上 每一位来桃书秘境观摩我炼丹的人 都可领取十枚灵源丹 什么 每人都可以领取十枚 十枚 这也太夸张了吧 即便是进入容颜秘境冒险 宗门也只是允诺 给我们每人三枚啊 二长老真是大手笔啊 特意敢下长老了 不用谢我 我是看在你们大师兄 江鱼儿的面子上才给的 要谢 就谢你们大师兄吧 多谢大师兄 多谢江鱼儿大师兄 二师兄 这是在帮我收买人心 剩我在初级弟子中处理权威啊 多谢二师叔为我费心 小鱼儿 你处我恢复灵活 乃是天大恩情 日后 不必再对我行大礼 呃 师尊 给每人十枚灵源丹 是不是太多了 咱们手里没有那么多灵源丹啊 放心吧 我已经恢复了本命灵活 再多灵源丹 也是信守阴朗 二师叔这炼丹手法 也太暴力了吧 啊 一百多年了 我已经有一百多年 没有看到二师姐 如此意气 风发的炼丹了 小鱼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哈哈 师尊严重了 弟子也只是 无心插柳 剑缝插针 两肋插刀而已 三成 去 这么快就练出这么多灵源丹 二长老这次太厉害了 十枚灵源丹啊 我入门以来 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灵源丹 哇 有了这些灵源丹 我们在熔岩灭境之中 二阶弟子能去的一些地方 我们也敢去闯一闯了 好了 大家都算了吧 二长老需要休息了 是 弟子告分 师父和二师叔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才这些弟子提到容颜秘境 小鱼 三天之后 容颜秘境必要开启了 圣主特地赏赐了你这个新弟子 进入容颜秘境的资格 这不是好事吗 本来是好事 但这次主持容颜秘境开启的 是番子和周雅 我担心他们会对你不利 圣主也真是的 他难道不知道大家都在针对小鱼 也不站出来帮忙说句公道话 圣主是故意的 圣主就是希望小鱼 在这种不停的打压和厮杀中成长起来 他想的倒是轻巧 那如果小鱼没有经受处打压和厮杀 被人打死了呢 那便证明 小鱼不是真正的天才 圣主也不会联系 圣主为了宗门 不会在乎任何人的死活 七妹 你放心 我不会让小鱼儿死的 小鱼儿 你吃我的废丹都能修炼 我马上就给你炼制一大堆超级强力的丹药 让你的修为突飞猛进 那个二师叔 其实我更喜欢毒丹 毒性越大越好 至于中常的丹药 我反而不是太喜欢 难怪你说我的废丹好吃呢 看来是体质原因 大概是吧 你需要的丹药 毒性越大就越好是吧 这个我倒是也能练 这毒丹绝对了不得 二师叔太给力了 成了 居然不是固体而是液体 二姑娘 你这练的到底是什么呀 这是我专门为小鱼儿炼制的 有着万毒之组称号的毒液 名为要你命三千 要你命三千 这名字是不是太夸大了 一点都不夸大 我当初在圣域战场 用一只三阶地龙妖兽 试验这瓶毒液的毒性 结果那地龙当即残属 连灵河都炸 什么 灵河都炸了 不仅如此 当时那地龙的尸体砸落在地 将方圆石几里的地面 沾染成血黑之似 数十年间 飞鸟不过 人畜不存 白骨哀哀 血流成河 好枪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后来 一位金丹强者 误入那片境地 不小心触碰到了 那地龙尸骨 金丹当即碎林 金丹这么强 这毒液这么霸道 我这乾隆皮症 能扛住吗 要是扛不住 我可就直接个屁了呀 师父 这毒液连金丹强者 都能干掉 也太一天了吧 唉 逆天是逆天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这东西 不是一下子就能见效的 要一天三十计 连续三天 才能发挥出毒性 原来如此 不是一下子见效 那我就不怕了 二十出 黎容颜秘境开始 刚好还剩三天 只要你命三千 简直就是这么为我良心定制的呀 谢谢二十出 快给我喝吧 小鱼儿别急 这毒液不是喝的 啊 不是喝的 那怎么用啊 这也是要你命三千的另一个缺点 就是 就是 要用这个东西 注入身体里面 喂二十出 你 你开玩笑吧 这瓶儿这么大 会戳死人的 放心 不会死的 你忍过去之后 说不定还会爱上这种感觉 来吧 不要啊 疼死我了 我二十出 今天是最后一季了吗 没错 你想要你现在多自觉 好了 毒液已经全部进入你体内了 接下来要见效了 你做好准备 宿主遭受致命剧毒暴击 乾隆能量转化计算度 恭喜宿主 一次性获得 18888点乾隆能量 奖励特殊能力 聚灵 可相耗 1888点乾隆能量 将灵气浓缩1888倍 形成一枚灵气药丸 用于战斗 相当于 助击巅峰强者最强一击 助击巅峰强者最强一击 这么强 那我赶紧来一颗这药丸看看 宿主相耗 1888点乾隆能量 成功凝聚出一枚药丸 这哪是药丸 这不就是 手雷吗 检测到宿主思维 灵气药丸命名为 手雷 灵雨 为师给你的这份见面礼 如何 多谢师尊收我为徒 还让我与牧师兄双修 徒儿修为大掌 简直如同做梦一般 师尊为我找了这个颅顶 的确不错啊 那你以后就好好配合耕耳 耕耳有需求 你务必满足 徒儿明白 盖耀 周雷收我为徒 竟然是让我给牧师 耕耕耳顶 师尊和灵师妹双修一场 徒儿的实力更进一步 再加上灵师妹的协助 这次容颜秘境 徒儿一定杀掉江鱼儿 洗刷往日之池 嗯 你们二人联手 实力已经打到铸鸡七 江鱼儿即便再强 也不过是炼七七而已 你们秒杀江鱼儿 不在话下 不过 这次容颜秘境 除了要杀掉江鱼儿之外 你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夺得容颜珠 什么 师尊 容颜珠可是整个容颜秘境的根本 仅凭我和灵宇师妹 恐怕 这是容颜珠所在位置的地图 放心 到时候 会有人协助你们的 好了 你们出发去秘境吧 是 是 如果我能得到容颜珠 实力恐怕会直接越街 紧急至金丹剑 届时就能将师父吃干抹镜 虽然不知道容颜珠 但一定是绝顶爆了 我若能够得到 就能摆脱这恶心的仕途二人了 都安排好了 大师兄安排的事情 我定当进行解力 嗯 我能不能突破金丹 成为圣域大陆的智强者 就看这一次 师妹一定祝大师兄 冲上云霞 马上要到出发去秘境的时辰了 公子怎么还不出来 该不会被毒死了吧 放心吧 江玉儿天赋异禀 体质特殊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你看 这不就出来了吗 完美 我这个出关的姿势 简直算账 师父二师叔 你们一定行动了吧 快来偷怀送抱吧 公子 你可担心死老奴了呀 我谢谢你啊 好了 江玉儿 你这次进入熔岩秘境 是机缘也是考验 却没丹药 或许能帮到你了 七妹 你竟然要将在时空秘境中 得到的天杀金丹给江玉儿 天杀金丹是什么 很宝贵吗 天杀金丹 似乎已经超过了我们这片世界的上限 据我推测 这枚丹药在承担之前 经受过雷劫淬炼 连上天都想将其灭杀 所以 我才将其命名为天杀金丹 七妹 这枚丹药与秘境有关 很可能关系到 你的身体能否恢复 况且作用未知 没必要给小玉儿吧 这丹药这么重要 师父 这丹药您还是拿回去吧 你知道的 我需要的是毒丹 中常的丹药 对我没作用 给你自有我的用意 你身体里的能量 和这天杀金丹有些相似 都能恢复我的真身 放在你手中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 弟子多谢师父 嗯 小玉儿 既然你师父这么大手笔 我作为二师叔也得表示表示 这几天我炼制了二十万枚零元丹 打给你用吧 我去 二十万 二师叔 你对我太好了 大家都送东西了 我也送你一件吧 遇到危险的时候 或许可以救你一命 嗯 这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如意算盘 我是练器九重高手 欢迎诸位加入我的战队 一起探索容颜秘迹 加入我们天狼战队 每人给一枚零元丹 不死鸟战队招人 烈火的天才地宝 队员可分走一半 比其他战队收益高出五常 加入我们吧 刘妹 你都安排好了吧 放心吧 我会让那个江鱼二 成为孤家寡人 一个队友都找不到 你呢 我这边你更不必担心 我已经将江鱼二的身份令牌 定位到了阎毒池 只要他被传送进去 不死也得半餐 如此 我就放心了 许悦的土地 只要活着 就后患无穷 必须得死 退赴江鱼二不过是小事与众 顺手安慰 大师兄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切莫耽误了 大师兄都和你说了 何止是说了 大师兄还让我亲自帮他 什么 你就是大师兄安排的 解读陆成刚的神秘人 不必这么惊讶 我和大师兄的关系 不是你能想象的 大师兄的凡子 能不能我求大师兄 是总有你好看的 师兄 就是在这里集合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你不进入容颜秘境吗 我是练丹师 体内已经孕育了本命火焰 容颜秘境对我的修炼帮助 没那么大了 原来如此 杨鱼儿大师兄 大师兄 大师兄 你都算来了 快让我加入你的单独队 大师兄可是练气心无敌 只要跟着大师兄 这次灭境之旅 一定能有大收获 大师兄 我对你仰慕已久 今天你这条追船 你这条船 我是上钉了 大师兄 大师兄 原来我已经这么受欢迎了呀 我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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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都想跟我混 那我 沐晨刚师兄组建战队 加入的队员 每人上次二十枚零元带 人数不设上限 来多少人要多少人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 什么 这简直比二长老还才到气粗啊 二十枚 那个大师兄 下次进秘境 我再找你组队 大师兄 我是真心想跟你混的 但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不去 喂喂 别走啊 大师兄 我下次一定帮你 你们走了 我怎么办 这一次就帮你了 我面子往哪放啊 难道我的优秀 还顶不过区区二十枚 零元丹吗 全都跑了 居然有一个没走 这位小师弟 没想到你不但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还这么有眼光 念在你独具慧眼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了 其实我也想去那边的 不知道是那个混蛋踩中楼的脚 让我疼得动不了 我 吐死我了 大师兄 劳烦您陪我过去 我也想去领那二十枚零元丹 不就是区区二十枚零元丹吗 你跟着我 我给你 区区二十枚 战蕭 spec 江语儿 你还是想以前一样 口气大 哼 你还是想以前一样 圣都让你混到内门来了 装鱼儿 少在我面前呈口舌之力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六长老已经收我为徒 并赏赐了我一千枚灵源丹 你师父对你有这么大方吗 你恐怕这辈子都没见过 一千枚灵源丹放在一起 什么样吧 我确实没见过这么少的灵源丹 二十万枚 见效 什么 江渝儿怎么会有这么多灵源丹 大师兄也太霸道了吧 二十万枚灵源丹 大师兄这人不露相啊 大师兄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刚刚我就是过去逗逗牧尘刚那个傻子 我只想对你组队的 没错 我们早就知道大师兄一体运深厚 牧尘刚那种穷贵 怎么可能配合大师兄比啊 牧尘刚这种相伯佬 居然还想用区区二十枚灵源丹 就打动我们 我呸 我们对大师兄的忠心 是区区二十枚灵源丹就能收买的吗 你们 给我滚 一群欠地妄义的家伙 不知道 好马不是回头草吗 小胖子师弟 刚刚只有你没走 我给你两千灵源丹 你先用着 不够了再找我要 两千枚 我竟然因为被人踩了一脚 就得到两千枚灵源丹 这也太走运了吧 我刚刚也没走啊 也给我两千枚丹药 弟子兄竟然也有这么赞的位子吗 我之前居然知道目光放在了长老身上 路总窄了呀 多谢大师兄赐我的担药 今天我就加入大师兄的战队了 任凭大师兄驱使 火里来水里去 上刀山滚油锅 跳火坑滚针板 你走开 我突然觉得 我的战队不需要你了 大师兄 你要慎重啊 你和这些女人组队 可能会危险的 你说得不错 她的身材这么有杀伤力 确实很危险 掌控不好 虽是可能擦枪走火 但我不怕 我想来享受危险 大师兄 我说的危险不是指这个 这女人叫林闪义 是武长老的徒弟 武长老的徒弟怎么了 武长老偷了宗门质宝 封冰珠 背叛宗门跑了 只留下这孤零零的灵陕翼 现在宗门每次活动 他都被众人排挤针队 你若和他组队 恐怕会多生不少肢解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说是你没见师父当提过武长老 两千枚丹药给我 我觉得对于你这种身份特殊的女人 给你两千枚灵陵丹并不适合 什么大师兄啊 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 大师兄总算没有被美色蒙蔽了双眼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 你不适合两千枚灵陵丹 你应该拿两万枚才对 什么 我去 这我确实没有被蒙蔽双眼 但是整个人都迷失在美色里了 好了 我们三人小队已经组成 你们赶快将弹药收起 传送通道就要开启了 大师兄 你真要和林沈一组队啊 色字头上一把刀 要三丝啊 你说什么呢 我和他组队怎么可能是 贪图他的美色 我单纯是看中他这个人 可是他师父被判失门了呀 我们和他组队要被牵连的 他师父判出宗门 要不是他判出宗门 他何罪只有 凭什么要牵弄到他身上 别人对他的偏见我可能管不到 我能做的 就是把他和正常弟子一样对待 岂能因为惧怕牵连 就违逆自己的良性 这波被我撞到了 江鱼儿 和别人不一样 大师兄高义啊 师弟我受教了 那什么 其实我也总是被人针对 大师兄能不能也给我个 一万两万的灵灵丹 安慰一下 你那是活该 才是六长老 都免礼吧 通道已开启 你们会被随机传送到秘境各处 都要小心啊 多谢六长老提醒 我们走 注意 童小队的相互牵的手 否则会被传送到波同地方 江鱼儿 没想到你竟然 还找到了队影 不过 我岂会让你如愿 你主要 之前在我手里势必 肯定会找我麻烦 得小心点 两位 我们也手牵手 大家小心 大师兄 不就是进入通道吗 你怎么一副 如灵大敌的样子啊 我得罪过童雅 六长老心胸宽阔 应该不会和你一个弟子 斤斤计较吧 童雅给我打赌打输了 我让他当众跪下了 那个大师兄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包着汤呢 现在退出还 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走 江鱼儿 我已经将你进入通道的难度 提升到了铸鸡棋 我看你不求我 怎么进去 什么 怎么回事 刚刚的能量反馈 已经达到了铸鸡棋 看来 刘长老果然出手了 江鱼儿 这就是你的报复吗 刘长老 我说过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如果你当时问我 要一些修炼资源 甚至是棕萌密宝 我也不会吝啬 可你却只贪图一时之爽 不懂得把握机会 反而当众如我 如今这熔岩密镜的开启 是我负责 你怕是没有机会进去了 你以为 我在乎你那些所谓的资源 和密宝吗 在真正的天才眼中 你那些所谓的宝物 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哼 牙尖嘴利 如今你连密镜都进不去 用哪来的勇气 在我面前自诩天才 进不去密镜 那 我们岂不是也丧失机会了 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现在脱离江鱼儿的小队 我可以马上让你们进去 我和大师兄组队 那可不行 我必须和大师兄组队 不然我受的丹药 其实要还过去了 一次密镜修炼机会而已 不去 又能怎样 你们 竟然如此执迷不悟 多谢两位的不离不弃 不过你们放心 今天这密镜 我肯定带你们进去 进去 江鱼儿 你哪来的自信 现在密镜通道的难度 是筑基棋 你区区一个练气棋 拿什么进去 那六长老 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赌就很简单 我要是进去了 你得为我做件事 这江鱼儿 又在打什么主意 之前我和老四 都在他手上吃了灰 这次不能再和他赌了 怎么 不敢 不敢赌就别浪费我时间 赶紧给我让开 我还要抓紧时间 进入秘境 大师兄厉害了 六长老都不敢和他打赌 我记下来了 以后不能随便和大师兄打赌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乌合之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通过着筑基棋难度的通道 我就是这么通过的 我手雷的威力 堪比筑基巅峰 要破开区区筑基棋难度的通道 轻而易举 什么 刚刚那是什么手段 竟然拥有筑基巅峰的力量 江鱼儿好厉害 他是凶行人又如此的白 别愣着了 阿尉 咱们赶紧走吧 好 就算你进入了秘境又如何 我就不信 你们能从盐毒池中活下来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感觉好休闲的样子 这里是盐毒池 是师父特意把我们传到这里的 为的就是让我们确认 一会将鱼儿在池子里死去 这池子 能让练气巅峰的人死掉 当然 好险 差一点落到池子中 不 太久 这池子竟然如此霸道 这盐毒池内的温度超过两千度 寻常的肉身掉进去 坚持不到三秒钟 即便是练气巅峰 恐怕也坚持不了一分钟 更何况 里面还有霸道的火焰毒素 哪怕被沾染上一顶 也会修为尽尸 然后在盐毒的灼烧中 痛苦地死去 没想到这盐毒池 竟恐怖如斯 也不知道下一个掉进去的 或是哪个倒霉蛋 还好我们运气不错 没有掉进去 快看 倒霉蛋出现了 果然是江鱼儿 江鱼儿 马上我就要亲眼见证你凄惨的死去了 不好 我们被传送到盐毒池上方了 盐毒池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能不能淡定点 这是能淡定的情形吗 看来又是猪亚搞得怪 我摆得不清 这盐毒池都有起不了作用 但他们俩高兴 我爱毒了 张死确挺好 至少不孤独 连眼都闭上了 这么快就接受自己要死掉的事情了吧 这每次吸眼太大了 你也想死 我可不想死呀 你们两个 给我 走 好好活着 江鱼儿 别过去 你疯了 放开 我要去救蒋雨儿 你去了就是宋司 你救不了了 盐毒池什么威力牛不是不知道 大师兄现在恐怕已经连渣都不剩了 渣都不剩了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来 第一个正眼看我的人 竟然 竟然就这么死掉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沈亿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感性 真是让为师失望了 为师还有大事要做 你好自为之吧 咱们这个新大师兄也太惨了 还好刚刚没有和大师兄组队啊 负责 我们恐怕就和他一样的下场啊 哎呀 大师兄实在太倒霉了 这才刚当上没几天就这么死了 大师兄捨留那么多灵源丹 很有可能依靠灵源能量 护出身体 也许 此刻他正在用灵源丹 抵挡盐毒的心事呢 哼 灵闪易 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也算是宗门的老弟子了 应该知道颜毒池的威力 我是知道颜毒池的威力 但我更知道大师兄的实力 我相信大师兄 他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哼哼 既然如此 江鱼二生前 因为一个赌注将我师父侮辱 你既然对江鱼二还活着这件事 如此有信心 不妨我们就再赌一次 打赌 没错 所有和大师兄打赌的人 最后都输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大师兄的底牌 强到连宗门长老都不法判定 虽然这一次不是直接和大师兄打赌 但打赌的内容 依旧和大师兄有关 可以是一把 咱们谁若是输了 便自愿干当对方的修炼鼎奴 怎么样 我 这女人当年绰号冰山运毒 正好趁此机会将其心肝 我若输了 岂不是 不敢 这么说来 你其实内心对江云二还活着这件事 并不是很有信心 你 等等 我和你赌 大师兄神鬼莫测 绝非成人能力 他一定很善于做出那种绝处逢生的事 这场赌注赢得面很大 你 你和我赌算怎么回事啊 大不了 大不了输了 我到你的顶炉便是了 你脸红个乒乓球啊 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怎么 是我身材配不上顶炉的称号 还是我的颜值比不过陆哈黄紫诚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下头啊 我姓男 所以你到底赌不赌 你不就是缠我的身子吧 我住嘴 我坐上夜宵都要被你恶心地出来了 小胖子 对大师兄的信念 竟然如此坚定 而我却 好 我和你赌 我同意和你赌 不过 我可不像你们师徒那么恶心 你若输了 把你师父给你的二十万零元蛋给我 完全没问题 只要你愿意输了当我顶炉 别的怎么样都可以 等一下 光你俩赌有什么意思 喂 你们有没有跟盘的呀 我赌大师兄活着 你们赢了我一赔十 我若赢了一赔三 什么 还有这等好事 管他呢 他既然想送钱 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啊 江鱼儿肯定已经死了 这样必败的赌局都敢玩 他脑子有病吧 我赌十枚零元蛋 我赌三枚零元蛋 哎 算我一个 我去 这么多人 别急 我先来的 哎 一个一个来啊 遭受盐毒攻击 一次性获得二十万点乾隆能量 恭喜宿主 累积获得一百万点乾隆能量 激活特殊能力 玉兽绝 玉兽绝 发动玉兽绝 需要消耗乾隆能量 所欲妖兽能力越强 消耗的乾隆能量就越多 哈哈太好了 有了这东西 我在后面的妖兽森林里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时间不早了 我应该上去 啊 刚刚是什么声音 我的妈呀 这是 传说中的 掩毒蟒 事件挺静人师弟提起过 这掩毒蟒 是容颠秘境外围最强大的妖手 使你敢比主击巅峰啊 不过 正好我刚学会了玉兽绝 死人还不是很熟悉 正好拿你施施手 玉兽绝 启动 哈哈哈哈 我马上就要拥有一通 触击境巅峰的作息了 想想都启动啊 到时候 我就是这元出圣地 最亮的仔了 嘿嘿嘿嘿 对 玉兽绝 驯化失败 扣除一万点 乾隆能量 这玩意儿 我要干你十八啊 我不是主角吗 哎呀 神鹤别激动啊 我刚刚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嘿嘿嘿 怎么无情骂黑的 什么都看不到 看来这家伙真把我吞了 洗头 那个坑爹货 等我出去 非得和你好好算这笔账 看来 等我绝招了 小蛇蛇 嘿嘿嘿 你既然让我进来了 就别怪我把你肚子搞大了 手雷连弹 总算出来了 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你 你放 这炎毒池 怎么突然变得波涛汹涌起来了 听说炎毒池里面 有一只炎毒蟒 这可不愧是那畜生在兴风作浪吧 不知道灵陕翼和那个小胖子 还在坚持什么 江鱼儿本就难以在炎毒池中存活 现在又有炎毒蟒兴风作浪 江鱼儿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说大师兄会不会真的挂了 不 他 他一定会没事的 好了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别说江鱼儿了 即便是宗门内的金丹长老 也顶不住这么长时间 哈哈 灵陕翼 你说了 你是我的了 你滚开 别碰我 小镊子打人还挺疼 怎么 想不认证 沐丞纲 火鸡便死了 也不会让你这种卧虫之恩得逞的 江鱼儿 我的命是你救下的 既然你死了 我可以随你去吧 想死 可没那么容易 你以为我没防着你这一手吗 乖乖给我回去吧 林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沈刚 我虽然实力不如你 但要想死 我不信你拦得住 哈哈 你误会了 其实你死不死 我无所谓 我只是不希望 你跳到阎都池里尸骨无存的死去 你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就算你死了 只要肉身而在 我就可以 棍杖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你可杀不了我 乖乖成为我的顶炉吧 哈哈哈哈 这个林闪义 今天终于算是被 牧尘刚师兄收拾了 他师父是叛徒 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被收拾的也是应当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只关心刚才小胖子的盘口 江鱼要死了 我大赚了一笔呢 林闪义 现在就来兑现你的赌注吧 住手 琴卡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不只能 林闪义毕竟是和我组队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 你在我这里有个屁的面子 滚 小胖子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牧尘刚 这里是熔岩蜜镜 不是圣狱战场 你残害同门 圣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哼 蜜镜探险 本就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早就说过 不经过宗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狱战场 也难逃一死 更何况 我只是让他来当我的顶炉 并没有说要杀他 所以 哼 林闪义 你就知足吧 你就想碰我 许识计焚吧 十方 热石 啊 灵毒蛇子 怎么回事 被杀刀拿过去 我无中毒了 大师兄那女人也想碰 你的头很铁吗 江鱼儿 你 既然没死 林师妹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江鱼儿 我就知道你能活下来的 嘿嘿嘿嘿 上林师妹担心了 林师妹这身材真不错呀 别 别看了 你快帮我解开呀 最好的身材多搞神医 你住谁顶得住我呀 江鱼儿 没想到你竟然能从炎毒池活下来 牧尘刚 趁我不在 欺负我的队友 你真是找死啊 喂喂喂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江鱼儿 咱们谁找死 可还不一定呢 铁眼灵虎 警告 警告 监测到对方攻击威力 离达到助击期 狗西通 你这提示来的也太晚了嘛 解决对策 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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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不会没死在炎毒池中 而被那对狗男女给干费了吧 江鱼儿 刚刚那一击似乎已经有了助击镜的实力呀 没想到牧尘刚和凌羽竟然有了助击期威力的合体技 江鱼儿只是练气气无敌 面对这一招怕是难逃一死了 我们站在牧尘刚这边算是对了 小胖子 江鱼儿死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你输了 赶紧把江鱼儿给你那一千枚灵源丹交出来 我们也是为你好 没有江鱼儿罩着你 那么多灵源丹在你身上 小心丢了心 喂 你们不要过来啊 大师兄还不一定死呢 这 你们放心吧 江鱼儿死定了 师尊已经传我们秘法 我与凌羽合体技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助击中期 助击期以下 绝无生还可能 你师尊没告诉你 话不明说得太满 什么 什么 江鱼儿竟然没死 不愧是助击的事 还真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齐呢 不愧是大师兄 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 他真的好强 江鱼儿 你还真是命硬呢 竟然侥幸活了下来 不过命再硬也没用 我倒要看看 你能扛住几次 江鱼儿 你没死也好 当初在外门被你欺辱 今日我要多杀你几次 方能结我心头之恨 你们俩狼狈为奸的实力 的确出乎了我的预料 不过 你们 依旧不会是我的对手 哼 不知天高地厚 这次 还能不能顶住 江鱼儿难道还有别爱 让牧尘刚定在前面吗 烟烟咆哮 虚假的灵兽 别赶在我面前炫耀了 召唤神龙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灵兽 小圈 都灭了他们 什么 怎么回事啊 这股力量 足以给得上 助击巅峰强者全力一击了吧 小圈是谁啊 为什么这么猛啊 还好刚刚躲在牧尘刚山后 否则 这次非要撞山不可 铃鱼 你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师兄 你也没事吧 我也没事 是因为我的底部不受伤 一会儿逃出去 我便能将其吸干 快速归付实力 武尘刚捉山更好 只要我和他能活着离开这里 我便可以趁着其捉山将其练化 你们是不是很失望 现在 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你 你竟然驯化了颜毒蟒 看来 这就是你们遗言了 小圈 可以开饭了 等等 将 将羽儿 这 这里是熔岩蜜镜 不是生育战场 残害同门 神 神主是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 我没记错的话 这话 好像是小胖子和你说的 是 是又怎么样 我记得你当时也说过 蜜镜探险 本就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不也早说过 不经过宗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域战场 也难逃一死 是这么说过 不过 不过那都是瞎扯蛋 圣主肯定会管的 求你 你饶我一命 我愿遵你为大师兄 没想到将羽儿居然叙化了颜毒蟒 难怪将羽儿能够在颜毒池中活下来 我们这次又站错队了 我说你们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没什么 你们刚刚不是想抢我身上的灵源丹吗 我认为来而不往非离也 你们说呢 胖胖 胖爷 能不能给一个面子 远点 脸还挺大 你们呢 我们完全没问题 没问题 那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除了身上的衣服 其他东西都给我交出来 否则 我一会让大师兄把你们都扔进颜毒池里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只要不杀我们 怎么样都行 衣服我也不要了 都给你 留我一命就行 盖司 江羽儿这小子 不但从颜毒池活了下来 还炫化了颜毒蟒 他怎么这么好运 熔岩珠的地图 还在牧城庚身上 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遵我为大师兄 不好意思 你 不配当我的师弟 小军 灭了他 不好 转身甲 防够 把身甲竟然一瞬间就被破了 看来这一次 真的完了 江羽儿的颜毒盲也太强了吧 牧城庚和凌羽联起手来 实力已经达到了助击起 却没想到江羽儿激高一筹啊 大师兄过人无敌 看来以后要打赌 不管遇到什么状况 都要站在大师兄这边 看来这次可以结束了 什么 小军 没事了 别怕别怕 这家伙是什么人 既然连初期巅峰的小军 都不是对手 难道他是 心丹静强者 是师父口中说的那个 坚硬我们的神秘人 太好了 这下得救了 江羽儿 准备好受死了吗 贼镖 你难道是分 死 不好 刚刚的女人能轻描淡写的挡下颜毒盲的进攻 实力恐怕已经是金丹镜了 大师兄这次 怕受粮啊 放屁 我们因为不战队大师兄 吃了多少亏了 这次我必须站在大师兄这边 说的没错 之前每次站在大师兄的对立面都输 这次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 战队大师兄 大师兄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这次一定也能赢 大师兄输了 失算了呀 为什么我们赌谁赢谁就输啊 分子 没想到你堂堂长老 竟然隐瞒身份来杀我 这里可是容颜秘境 不是圣域战场 你残害同门 圣主是不会放过你的